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弗格森沃尔特的这么一个人 他们两口子带着孩子到城市公园里面去 这小孩突然间妈妈我想尿尿 哈哈两岁要尿尿 两岁的孩子尿尿尿怎么办 周围没厕所 所以这个丈夫就把孩子带到灌木层后边 撒了一碰尿 还有个四岁的儿子也跟着在那儿就把事办了 好 一个警察出现了 美国警察逮捕了这两口子 理由是忽视儿童罪 美国的罪名多 多到你自己难以理解 小孩就地随地大小便 最多就是违反公共秩序 或者是不讲卫生 怎么能够叫忽视儿童罪呢 好 不但抓了 而且关进去 九个小时 后来法官更决 法官说裁定 你们两口子有罪 这种事儿啊 在美国不是个别案例 美国俄克拉和马州 也有一个人 他的一个三岁的 这个孩子随地大小便 警察给他开了一个2500美元的罚单 罚款 这个地方其实发生的是私人的地方 遭到抗疫之后 这个警察被解雇了 有人说这有意思啊 说这个警察应该给他几大杯啊 超大杯的咖啡 然后他负责去 让他负责去巡逻一个没有厕所的操场 看他到时候怎么办 如果他就地小便 那要不然也给他罚款 给他开个罚单 这个当过父母的人都知道 如果这孩子要突然间想尿尿 孩子小啊 那父母怎么办 对吧 这还真麻烦 不光是这样 像我这么老的 到我这个年纪 据说很多人就开始滴答滴答滴答 想要上厕所 刚厕所出来 没多大功夫 又滴答滴答 不瞒您说 现在我这个年纪 或比我年纪大点的哥哥姐姐 出去旅游的时候 都得带尿不湿了 要不然真的麻烦 因为健康问题 年龄原因 需要频繁的排尿 或者排便 你说怎么办 而且那尿一来了 尿来如山倒 你根本就抵挡不了 知道吧 如果你抵挡怎么办 你抵挡 他也是水管子漏了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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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美国 找厕所很麻烦 生活如此艰难 让我们面对耻辱 你说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有的美国人就感慨说 哎呀 不知道怎么理解 买得起航空母舰 却买不起厕所 有人可能会觉得 司马南 你又造进人美国吧 有人骂我反美 你知道吧 我反对是美国霸权主义 这些话还真不是我说的 我上哪去查那么多事 三岁两岁孩子抓起来 我不知道 这是最新最新的 昨天的美国纽约时报的文章里面 如果翻译没错的话 大概意思就这样 美国有这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正在搞基建 这个城市的老百姓开笑 开玩笑 说拜登政府在我们这搞基建 你不如在这直接 你就提个口号 你说我们这厕所少 你说你要提个口号 叫 P for free P for free P for free 什么意思 尿尿免费 撒尿免费 所以去美国你会发现 撒旁尿真的是太困难了 你随便尿不行吧 人家闻名 你找厕所 你又找不着 那咋办 只有一条路 就去找麦当劳 去找肯德基 去找类似这样的快餐店 但是 但是 如果你不消费 你说我就来上厕所 首先厕所也不多 就那么一个坑 其次是你不消费 遭人家的白眼 有的时候干脆人家拒绝 不消费你干嘛 掏钱 哎呀 在这个美国旅游的时候 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 要找厕所 真是有点难 尤其现在就想起来 在北京 我们上厕所太方便了 北京的公共卫生的那个计划 厕所不远一个 不远一个 不远一个 甚至现在在北京 手机上都告诉你 厕所在什么地方 厕所离你拐弯 还有42米 厕所的问题是人 大问题 人呢 吃喝拉撒吗 人吃大玉呀 你必须得做这件事 这是本能 早在希腊时期 罗马人 2000多年前就有了公厕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公厕什么呀 我看那个图很好玩 人们坐一排长椅子 椅子 你坐那个地方 有个空眼 你就在那个空路眼那地方 这个如厕 当然中间没有间隔了 罗马人用固定的棍子上 站上海绵 干嘛 站水 擦屁股 而那块海绵呢 则是所有的人共同使用的 有人可能会问 那时候有海绵吗 当然没海绵 类似海绵那样的软布 或其他的什么东西 用这个东西来 当然 纽约时报说了 我们不是说今天要弄个长椅子 抠上骷髅眼 让美国人上厕所 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使用一块海绵布擦屁股 而是说 至少古罗马时代都能解决的大量公共厕所问题 为什么美国今天解决不了 为什么美国 今天的公共厕所还没有古罗马的时候 人家椅子上抠个窟窿眼多 有个美国幽默的作家叫包可华 包可华说呢 他他在讲了个故事 他说有一次在麦哈顿寻找厕所 他上办公楼 办公楼不上 去书店 书店拒绝 去旅馆 旅馆拒绝 最后他冲进了酒吧 要求喝一杯 那怎么办 你不喝一杯 本来就已经装满了 积积满地乱转 找厕所 你不喝一杯 不喝一杯就不让你用 但是你当然能用吗 不见得就一个坑 门口有三个人等着呢 哎呦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能撒是福 能拉是福 不给你这个机会 太痛苦 因此有个专有的心理学术语 叫宣泄式快感 有的时候就是一泄为快 刚才那个故事没说完 冲进酒吧 要求喝一杯 酒保问 你喝什么 都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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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行 南厕所在哪 南厕所在哪 他说这个美国现在今天经济这么发达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怎么厕所事情搞到这种地步呢 凡属全世界厕所解决最好的是日本 我去日本也有这种体会 日本管理者世界上可能最干净的最文明的厕所 无处不在的厕所 干净的厕所 总是有厕纸的厕所 有些工件化国家解决的也不错 据纽约时报的说法 都比美国盘光友好 中国和印度解决也还是不错的 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国家 也管理着大量的公共厕所网络 纽约时报甚至用了一句很逗的话 说美国可见不适合需要尿尿的人生存 适合人类生存 不适合尿尿的人生存 有一个人是快60了 快60的老头叫麦肯泰尔 麦肯泰尔他说 我在两辆车中间 那地方有一些草木 我在那个地方就叫撒了泡尿 结果怎么着 结果就导致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 他连续十多年无家可归 这个人他站在帐篷外 接受纽约时报采访 说你知道的 到了我这个年龄 有的时候你身体需要小便 你就得小便 可如果你身体需要大便 你就需要大便 你没法等 但是大多数的店铺商家都没有厕所 因为他们坚持说 你要消费之后才能够用他们的洗手间 都是这样很麻烦很麻烦 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 你在晚上你会发现在美国大街小县有的地方 男人女人脱下裤子在排水沟里面 直接就把事就办了 麦肯泰尔说 你看看不光我这样 人们都失去尊严 这城市怎么会这样 城市是宜居的 但是露天排便已经形成了对公共卫生的威胁 这美国人费尽心机建立了一套制度 大小的变业问题不是解决的不好 解决的是好的 但是解决的是关于狗的大小变业问题 美国人建了一套制度 就是狗主人清理狗的排泄物 这种规范养狗的人 人家比较讲道德的 对不对 但是狗的粪便问题解决的很好 可是人的粪便问题没有解决好 在美国受苦的 不光是一些因为大小变而受到困惑的 这些无家可归的人 那些出租司机更麻烦 就得憋着呀 送货员干嘛 就得憋着呀 游客 游客更麻烦 好几十人一车拉来了 就算是卖到狼 让你进去 你在门口排着吧 男的动作还快点 女的门口排那么长时间 所以人们常常感叹 女人憋尿的水平 那绝对是一般 男人的N多倍 在外边奔波的人呢 就这种骑马的这种需求 得不到满足 带着孩子出门的父母 这种痛苦苦不开言 所以尿不湿发明 那真是一个伟大的 伟大的发明 男人你实在憋不住 一看周围没人 对吧 可以在垃圾桶后边 油桶后边 垃圾箱啊 什么管道 随便找个地方 就方便一下 但是呢 你知道 在美国 人家的邪门法律 你要这么干 就面临着更大的 被捕的危险 后果可能很严重 最新统计 在美国 有13个周 会因为你随地大小便而被抓捕 抓捕有个罪名 你想想 你猜一下 什么罪名 随地大小便 破坏环境 不是 在美国 随地大小便的人被抓住之后 归类为性犯罪者 随地大小便的人 他身上确实是带了性犯罪的工具 但是这个性犯罪的工具 他没有性犯罪 他不过是人类本能的宣泄而已 你把它归到性犯罪 你说这事滑去不滑去 美国佛罗里达州 有个叫名叫胡安的人 他是个电汉工 被罚款 被罚款 然后被罚 搬离 你离这公园远点 离这 走开 走开 为什么他们对他这么狠呢 因为19年前 就因为这老兄 随地小便 还不是大便 随地小便被抓了 抓了之后 他就被定性为 性犯罪者 性犯罪者 前面还有俩字 叫终身性犯罪者 结果 他就因为终身性犯罪者 被禁止住在公园附近 为什么 因为公园里边不经常有女的出现吗 单身的女的在里边有弯了 失恋了 在公园里边人在谈恋爱 这种地方 好 你在这容易犯罪 所以就因为随地大小便被抓住 然后不准在公园住 美国什么邪门事都有 实话说 在美国如果女的你随地大小便 被抓到的可能性比较低 但是可能遭到羞辱 什么样的羞辱呢 有人说 当你第一次不得不蹲在野外 或者在路边的时候 那对你的尊严应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37岁的一个女性 她说 她直到最近一直无家可归 现在呢 在什么无家可归的源头组织里边呢 干点事 她说 慢慢的你就接受了这些对你尊严的打击 然后有一天 你甚至觉得自己就不是一个人 有个叫德雷克的女子说 她住在波特兰的一个无家可归的营地当中 该营地距离她 就是你最近的那厕所能用 你你多远 两英里 她说 那怎么办 女人 两英里上一趟厕所 你要尿瓶尿急呢 正常排泄 这两英里也够长的 刚回来又要去了 她说 她不得不就地解决 并且呢 试图躲避别人 但是呢 有人经过的时候 当那些男人 你们那些臭男人 色眯眯的目光 那她说 她身体就抖了一下 感到很羞耻之好 低下头去 这个女子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 她说 厕所的问题 貌似一个基建的问题 但远远不止于此 这个厕所的问题 洗手间的问题 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 是一个基本的需求问题 美国也不是一直不好 公共厕所 美国在上个世纪 19世纪的时候 上上个世纪 19世纪 很多城市都建了公共厕所 对吧 一般的 他们把公共厕所 一般人写写什么 toilet toilet 不是啊 washroom 不是啊 那写的是什么呀 WC不是啊 PU 怎么拼的 不知道 这个 这个PU啊 后来呢 据说在美国的一些英语单词当中呢 就和发臭的东西 归类了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知道 反正在19世纪的时候 美国公共厕所还可以 20世纪 也有一些厕所 那时候呢 现在的美国人怀念 那时候不叫厕所 也不叫拆的 我老师 我们都不叫 叫什么 叫方便站 方便就往那一站 想方便就往那一站 然后就 就简单的 把事办了 小便可以啊 但是呢 到了21世纪 多年来的一些 好的传统 没有了 成本问题 一轮一轮的 这个方便站越来越少 PU越来越少 上厕所 越来越难 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 就是资本在这儿呢 有最高的地位 阶级问题 成了其中一部分原因 基础设施的优先级 权力前客 你有钱 你就可以到餐厅里去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是个黑人 青少年呢 你推着购物车呢 你没有洗漱呢 你兜里没有钱呢 零钱往外淘 刚蹦都费劲 那怎么办 那你就憋着 你随地大小便 就把你抓起来 运营厕所 其实很难 城市管理者都知道 北京早年间 有一个运动啊 有一个运动 叫公共厕所运动 那个时候 我还记得 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 一个整版 参考消息 一个整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北京要解决 公共厕所问题 那个时候 我们没出过国 我们都以为 美国公共厕所 是天堂的 后来我们去了美国 才知道 那真叫 憋死人 上厕所太难了 美国人之所以 公共厕所少 其实说到底 还是个钱的问题 都是钱闹的 因为你维护公共厕所 维护成本很高 美国呢 因为犯罪率比较高 还有一个问题 美国呢 不愿意弄这玩意 因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地方很多 男的扎到那厕所去了 男的扎到厕所去了 是一类性取向问题 男的女的扎进去了 是个卖银的问题 然后呢 人到里边不出来 在里边嗨起来了 是个吸毒的问题 所以那个地方 藏购那屋 屎尿横流 藏购那屋 所以呢 没有人愿意去 造一个这样的房子 增加这房子 就等于市政增加 增加成本 增加负担 增加犯罪率 但是 但是你反过来想 哪有人盖房子 不盖厕所的呀 你厕所就是造价再高 你得造厕所 人得上厕所呀 那你也不造 他也不造 你们家有 他们家有 美国上厕社会 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老百姓怎么办 谁能够接受一个 没有洗手间的城市呢 美国人曾经呢 共和党啊 民主党啊 天天掐 掐个没完没了 然后政客们呢 急吹白脸的 在辩论 辩论什么呀 辩论跨性别者 就是我呢 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是男的是女的 你看我长成这 操老爷们样吗 我心里特柔软 我是个女的 好 那个 那个女的一看 哇 柔情似水 那眼睛呸呸呸的 可是呢 人家心里是个爷儿们 在美国 这就叫跨性别者 跨性别者 上厕所 到底上男厕所 女厕所 民主党 共和党 议会开会 那叫打个你死我活 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 那 于其有这么大的功夫 你讨论这种问题 民主党 共和党 管理的城市 你们哪个人 把公共厕所管好了 所以纽约时报就问呢 纽约时报就问 说你们共和党 和民主党 管理的城市 都出现了 为了根本的失败 公共厕所 普遍缺乏的问题 其实办法不是没有的 有的呀 你白宫 你可以和城市合作 尝试各种办法来 扩大城市的覆盖面 有的是企业愿意出钱 你那个厕所 你把厕所造成 变成一个广告的载体 那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对不对 你厕所修建 你还可以免税呀 就是说 很多很多办法 来印度都能解决的 很好的事情 印度 说到这的时候 我怎么突然磕巴一下 印度是不是解决的很好啊 把纽约时报说 印度解决的很好 比方说 印度曾经把旧的公交车 改造成为公共厕所 哎 这主意还真不错 没准成为异景呢 对吧 罗马人2000年前就能解决的问题 现在美国人解决不好 你说是个什么问题呀 是个什么问题呢 你也是把最后说拜登总统啊 拜登总统 拜托您 让我们看到一个 不光有桥梁和电网的国家 还能够看到一个解决盘胱和肠道 急迫需求的 这样的大规模的基建的国家 有意思 我喜欢读纽约时报 尽管纽约时报有的时候造谣 但是讲到美国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特别是对特朗普先生提出批评 以及表扬拜登的时候 那纽约时报还是很耐读的 很有趣的 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 但不是一个 有小便自由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没有小便自由的国家 就说到这 感谢收看 下期见